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牙周病科主任 李宗盛 牙周病在我们国内 大概有九成的人口 有所谓的牙周病 牙周病比较麻烦的地方 是在于它最初期的时候 并没有自觉症状 唯一各位会感受到的 就是刷牙的时候 会有流血的现象 牙周病是可以治疗的 所以在治完牙周病以后 可能就一辈子 都要回到原来的诊所 或者医院去接受 所谓的维护性治疗 我们有设计一个 明信片的系统 在诊疗完了以后 我们会请病人 以自己的字迹 写明信片 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 再寄到府上 让各位参与 我们的治疗的一个体系 提高我们本来的 病人的回诊率 由23%提高到76% 这样子才能确保 病人在接受治疗以后 能够有一个稳定的 一个牙周的状态 这个牙周病的维护性治疗 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你一辈子就要回娘家 这一集健康频道 就让我带大家一起 打败牙周病 遇到口腔的隐形杀手牙周病 要怎么样来打赢他呢 我们这一回请到的是 北一牙周病科主任 李迅坤 李医师 请他来当我们的军师 教我们如何打败牙周病 欢迎李医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为什么牙周病 是口腔的隐形杀手 本身牙周病在早期发生的时候 都没有很明显的自觉症状 所以大部分的人 可能五年十年 都不晓得自己有牙周病 所以等到他有自觉症状 开始会有疼痛 或者动摇的时候呢 往往都已经到中末期 有一位妇女 她大概五十来岁 她最主要是因为 她照顾她中风的先生 所以生活品质就影响到很大 她本身对她自己也不太照顾 她来找我们的时候呢 她牙周病已经末期了 然后那个牙齿上面 钙化的牙结石量超多 这个状况 我们就先把她的口腔里面的发炎 先控制下来 但是我们同时也会引导病人 就是要让她晓得说 她的生活作息要比较正向 不能再只照顾先生 把自己牺牲掉 很多病人都是因为生活上 有遭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 长期慢性的压力 甚至有的病人 成婚颠倒 睡眠的时间都改变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 开始触发这个牙周病的发生 牙周病顾名思义 它就是牙齿周围的这个体病 我们每天 我们口腔里面大概有 400到500多种细菌 每天都会跟我们共生 这些细菌呢 可以分布在你口腔每一个角落 包括你的舌背 包括你的脸颊的粘膜 包括所有的牙齿牙炎 所以在这个牙齿的四周围 牙龈的附近 当你把这个牙菌斑 让它有相当的时间 还有量堆积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牙龈的发源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牙龈就会开始产生 这个所谓的牙龈炎的这个现象 那最初的症状就是 你刷牙会流血 在假以时日 你让这些牙菌斑 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堆积 然后造成一连续的免疫反应 那到最后它会侵犯到 这个牙齿下面的这个牙周 那会造成齿槽骨的流失 那这个时候就会形成牙周瘾 所以牙菌斑它会附着在 比较容易附着在牙齿的哪个地方呢 所有的地方都会 所以一般我们平常上 会用这个牙菌斑显示剂 来显示你的口腔卫生 那假如你用显示剂发现 有片状的分布 那那个时候就是牙菌斑的堆积 假如是点状的 那还不必太担心 既然牙菌斑就是无所不在的话 那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牙周病啊 我们国内的这个牙周病的 才会得到所谓的牙周炎 可能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就医 这个牙周炎有可能就是到中度到重度的这个状态 那在这三层里面呢 可能要大概有0.1%的人口 有可能因为有遗传上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会有产生这个早发性的牙周炎 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有牙周炎 但是它本身可能不晓得这个牙周炎的存在 它可能要到25岁以后 它才慢慢感觉到牙周病的症状 这个时候它大概就已经到中度去 原来牙周病还会遗传啊 病人常常会问说 那我为什么会得到牙周病 我一般都会回答说 大概有一半遗传的机会 每一个人因为遗传上 他对于口腔里面续菌的感受性不一样 A病人可能口腔卫生很好 但是它的牙周病很糟糕 B病人可能口腔卫生很不好 但是它的情况很轻微 这个地方就会因人而异 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 可是医师啊 有的时候早上起床可能还没有睡醒 就不小心用到家人的牙刷 这样会不会被传染牙周病啊 牙周病的这个续菌 基本上个体跟个体之间 目前都没有实证医学上面的这个根据 但是同样一个口腔里面 牙齿跟牙齿之间 还有牙齿跟直体 我们的直牙之间 它这个续菌是会互相传染 医师 牙周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嘛 那它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早发现的症状 或者说是细微的症状 能够让民众早一点知道说 自己可能得了牙周病呢 这个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牙周病大部分都不自觉 最早的这个症状就是 你刷牙的时候会流血 有的时候可能是刷太用力了 想说刷用力你会比较干净 就刷太用力流血 其实真的很难发现说 自己可能被牙周病找上痕了 刷牙流血假如有这个现象 大概每半年要到牙医诊所 去做这个正确的诊断 刚开始的牙齦炎 你改善了口腔卫生以后 这个牙齦炎可能就会消失 但是你假如让这个牙齦炎 延长十年二十年 那让它进入牙周炎的状态 下面的牙周组织 下面的齿槽骨已经开始吸收 初期的轻微的这个 轻度的牙周炎 八部分的人都没有自觉 等到它中度的时候 它开始有这个牙齿会 轻微的疼痛 动摇 甚至有持续性的口臭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注意到 它可能有牙周方面的问题 它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求诊 再来就是重度的部分 当你牙周炎进入重度的时候 你有可能已经十五年二十年 你没有去注意到它 这个重度的牙周炎 再下去就导致你 口腔会进入渐进性的成长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想办法 把这个颓势 要想办法再把它建立回来 牙齦班啊 它除了会在口腔里面放肆作乱之外 它会不会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我们口腔里面的续菌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关 目前为止 从流行病学来调查的话 口腔里面的续菌 尤其是重度的牙周炎的病人 有可能会经由血液的循环 还有经由对免疫的这个影响 而导致心血管的这个方面 或者是糖尿病方面的这个疾病 更加的恶火 那有可能你的心血管 比如说心肌梗色 冠状动脉的问题 包括糖尿病 血糖的控制 都会受到影响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 当我们把牙周病 再把它控制好 拉回来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病人 对于他的糖尿病的控制 或心血管方面的这个危险性 都可以大大的减低 它有没有可能会跑到脑子里 在我们个案有发生过 就是病人的脑部有产生 那个农种 从这个农里面所化验出来的续菌 是牙周病的致病菌 牙周病它有没有得救啊 还是说它是不治之症 牙周病是可以治疗 牙周病是可以控制 而且这个控制要控制一辈子 我们的牙周病治疗呢 一般我们会从基本治疗开始 目标就是第一个 减少开刀的必要性 第二个就是叫病人刷牙 我们会花相当的时间 改变病人的刷牙的概念 它刷牙的工具 它每天必须配合我们教导的这个方式 刷鼻子 基本治疗 这个就是尽量非侵入性的 但是每次治疗 我们还是会上麻药 把口腔里面 牙根已经受到牙菌般 侵袭的这个部分呢 给它整平干净 这个时候大部分的牙周病人 它就会痊愈 会修复 经过六个礼拜以后 我们还会做第二次的 牙周囊带的政策 对照我们的X光 然后确定 它是不是需要进入第二阶 也就是牙周翻半手术 基本上是一个整形手术 最主要只是要调整它牙根 齿槽骨 还有牙龄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手术的方式 让它残余的牙周囊带 能够消失 它的口腔的环境 应养性的部分 能够消失 病人才可以好好的做 牙菌般的控制 第三阶段 就进入我们的口腔复健 以及维护性的部分 就是每三到六个月 回到我们诊间 来进行维护性治疗 我们要确认 它的牙周病是稳定的 缺牙的部分 我们会帮它评估 需不需要补骨 需不需要用牙科的咽附物 可以用制牙的方式 来帮它做复健 给它人类第三套的牙齿 然后让它恢复到 能够到20岁的这个 咀嚼的功能 我们这么辛苦 把牙齿救回来了 治疗好牙周病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跟医师说拜拜 千万不要 所以我常常跟病人开玩笑 就是他这一辈子 就是要回娘家 回到这个医院 回到我们的这个 牙周病的门诊 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有办法确保 他的牙周病的发展 控制 而且口腔稳定 这样才可以有办法 确保他下半辈子的生活品质 能够保持很好的状态 医师 我早晚都有刷牙 那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担心 我会得牙周病 这个地方有几个概念 我要跟各位先澄清一下 各位每天刷牙 有没有用双手 当然是用单手啊 譬如说你惯用右手 你会造成很多死角 你一辈子都刷不到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建议 当你用右手刷完牙以后 再用左手全口再刷一次 因为你用右手的话 右边牙齿的这个舌侧面 往往就比较随便 那这个时候你在用左手再刷的时候 才有办法把这个口腔里面的这个续菌 用牙刷给它刷干净 这个时候或许会有一个问题 刷牙要怎么刷 对刷牙要怎么刷 一般我们会教病人 是一个背式刷牙法 你的牙刷的毛 45度 贴着牙齿 向着牙肉 做按摩式的刷牙 才有办法进入这些很细微的牙缝 包括牙银跟牙齿之间的这个牙银勾 才有办法把这些续菌刷干净 我另外有一个独特 我自己刷牙的方式就是 因为我们的牙缝是直的 所以我还会再加上直的动作 下面下排的牙齿 那一样 牙刷暂直的 刷完以后够不够 还不够 只有一半 这个时候你还必须换牙线或者牙尖刷 粗的 中的 细的 三种都要准备 去抓自己的牙缝 哪一个牙缝要用大号的 哪一个牙缝要用中号的 对此缝的卫生 要完全独立的去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一天刷牙大概几分钟 15到20分钟 一天至少要一次 而且这个牙线呢 不要买那个有上蜡的 因为我们牙线在刮牙缝的时候 上下这样刮 刮到牙子有 冠冠冠的声音 表示那个牙缝才是干净的 而且每一个牙缝有两个面 所以要分开刮 这样才有办法真正能够 保住你口腔的这个卫生 可是以前长辈都说啊 牙线跟牙签啊 都不要太常用 常用的话你牙缝会越来越大 那个是误导 当你有牙周病的时候 你的牙周病你控制好了以后呢 你的牙周牙龈修复 你的牙缝就会变大 而且变大了以后呢 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要用牙尖刷 每天把血菌清干净 不要让它发炎 不要让它再肿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迷思 小时候教的 现在大概都可以丢掉了 另外还有就是 我每天早上除了刷牙之外 我还会用漱口水 这个会有效的 帮我们去除牙菌板吗 这又是另外一个迷思 因为我们牙周病 常用的漱口水里面 有一个成分叫做CBD 这个成分是非常有效 这个药水有它的杀菌 独特的效果 针对牙周病 但是我们不建议每天使用漱口药水 因为你每天使用漱口药水的话 这个CBD本身 它有两个大缺点 第一个 让你的味觉 比较迟钝 吃东西比较没味道 另外一个 就是牙齿会产生变色 会有色斑出现 所以我们平常的牙齿护理 不用到太复杂 对 而且非常简单 各位刷牙一定要轻柔 要温柔 牙菌斑很容易就可以去除掉 不必太用力 不必过度的反应 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 在刷牙方面 甚至已经有点 强迫的这个行为 一天花四五个小时在刷牙 这个就已经过度 口腔里面的牙菌斑 虽然它是续菌 但是你要把它清除掉 不必用爆料 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 所以应该不会 装甲牙以后 口腔的环境会更复杂 更要关心牙周病的发生 自然牙的致病菌 会在同样一个口腔里面 会传给植牙的地区 当你植完牙 你就跟你的牙医师 结下不解之眼 这个缘分就是 你必须一辈子回到它的诊所 去做牙周的维护性治疗 刷牙会流血的话 可能就是牙周病最初期的症状 要担心 假如说到预防的话 所有的牙膏牙刷都有效 但是假如说治疗的话 目前并没有治疗牙周病的牙膏 或者牙刷 例行性洗牙 基本上是要由牙医师诊断 有病才处理 所以它没有预防牙周病的效果 一句话有没有说牙周病科主任 我就天天暴怒啊 临床上的作业 你要让我觉得卡卡的 那你就死定 那你就死定 死定 我不带钱包 我们家的一家之主不是我 我身上都只有 大概两三千块 我这个公司包 我太太送的 所以我也晓得 我太太才才是一家之主 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 月亮代表我的心吧 因为我对我太太 每次唱都只能唱这一首 最想跟哪一位明星 演什么类型的电影 目前可能想到的是 蔡依林 最好是综艺的跳舞人 这样回去 我不是完蛋了吗 你们这样挖 挖个坑让我跳了 你带谁去冰宫 蛤 我冰宫 月问月 今天这些都不会上去 很难说 拜托 不行啊 绝对是跟同学 我容易说 不见了 我 трe一个 那样热光 不见了 就是 通过 五十三 站 你 真的 我